真正学佛的人 要向佛 常常劝告我们的 自信化大 为人言书 金刚经不长 五千多个字 离头这一句 说了多少遍呢 信受奉行 为人言书 这一句话说多少遍 时时刻刻提醒我们 我们对大臣要相信 决定不要怀疑 怀疑那是我们很大的过失 怀疑就不相信了 这种大法 妙法不就当面错过 那要是尽忠 要有一点点怀疑 就不能往生了 这个损失太大了 真正参透了 对这个世界 岁月 妙用 善于运用你的缘 这个语言一定是 帮助你 觉悟 帮助你境界提升 第二个 帮助你 急功累得 这个急功累得 是要帮助别人 帮助别人越多 功累得 帮助别人这里的 最重要的 不着想 绝不求 人天的国宝 完全回向 求生进度 这个 这个人 一等聪明 这人是佛菩萨了 这不是凡人 凡人自私自体 搞自己的名文里 把这个 排在第一位 这凡人 佛菩萨 把利益众生 排在第一位 没有自己 这是真正成就 无量功德 若不是 长时间 受大乘经教的 信息 我们怎么会知道 怎么会救 怎么会 那么样 通通快快 舍掉 啊 决定不求 自己安落 为什么 这个世界 很短促啊 贪图 这个世界的安落 把极乐世界的安落 丧失掉 啊 极乐世界 无量是我 那是真安落 我 感谢观看